你要洗干净喔 边工作不忘边叮咛 王林巧和一旁的品杰 是母女也是同事 品杰你到这边的时候慢一点点 工作内容是整理小动物的农舍 其中也包含了清理他们的盘泄物 一百只以上可爱活蹦乱跳的小狗 不只肺叫声惊人 我带可以 我带一个小狗可以 我第一天进去做我就吐了 他从未到我真的很难受 我为了要教他怎么在生活 在社会上怎么立志怎么工作 嘴巴湿一湿才漂亮对不对 沟通上有一点障碍 蛮大的障碍 然后他妈妈来之后 就是妈妈知道怎么教他 就是我就直接对妈妈 妈妈在把我讲的 就是让他理解这样子 你要爱他啊 你要摸他啊 给他抱一下对 好棒啊 对啊 对啊 可是要疼他啊 要跟他沟通啊 对 讲什么他们都听得懂耶 怎样沟通才会懂 不只和狗狗之间 王林巧希望女儿有一天会长大 他两岁多 两岁多耶 那时候没有发现 但是到那个他进幼稚园 才感觉到他 因为老师感到他跟菩萨 像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岁 应该什么都会 你也不用去烦恼这些的 可是到现在你就是把他当作 差不多国小的小孩来教育他 然后来开导他 然后他永远就是国小的小孩而已 他不会长大 先至停留在最天真的阶段 面对长不大的孩子 王林巧 劳心劳力 娘家亲人不舍他的辛苦 总是愁恐陪伴 但是妈妈的心放不下 喜欢我评论说 他以后心情有 我都可以保随他以后的工作 我都可以照顾自己没有 就是这样 其他孩子可以自立 有一天能放手 王林巧反复教着品杰 而孩子真的不懂他 总是给孩子机会 不善表达的那份情感 妈妈主动地张开双臂 统统抱紧怀中